麻煩你帶你關心 在立法院的最新情形 國民黨立委許巧欣是捲入了大姑夫妻 也就是杜炳成跟劉項潔 還有他的好朋友林餘倫的詐騙洗錢案件 那現在就傳出說杜炳成 他在閻壓庭上面直接當庭爆料說 其實許巧欣並不無辜 因為他還涉及其他三起不法的案件 像是前件聲紋 還有收受賄賂以及內線交易三項指控 對許巧欣似乎是造成了非常大的一個傷害 那如果屬實的話 對許巧欣來說當然是很嚴重的指控 不過許巧欣他是全盤否認 那今天呢也有立委是 呼籲說許巧欣應該要出來說清楚 講明白 馬上來聽一下民進黨立委賴慧元的最新說法 我想在這整個就是 許巧欣就是他的先生劉彥禮 那在他擔任公職的這段時間 他還是不斷的就是 提供給許巧欣很多很多的一個資料 那因為我們知道就是說 他的大姑跟他的大姑丈 在這個羈押這段時間 其實他們雖然就是說不能接見親人 可是很多時間他們還是看得到接觸的到就是 外面的一個媒體還有雜誌的一個報導 所以就是說這個許巧欣就是整體的胡說八道 也引起了他們自己自家的一個親人 就是很大的一個反彈 好 其實對於這一切的指控許巧欣是全盤否認 而且今天是已經定調他不會出來接受訪問 那他是說這個杜炳成就是一個詐欺犯 所以對於他所說的一切這可信度當然都不算數 不過他也說如果他最後查證 這杜炳成的確有在當庭直接指控他這三項有違法的案件的話 他也會來對他提告 以上就是我們在立法院掌握到的最新情形